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天会很热 除了东半部水气比较多高温落在28度之外 在北中南的高温今天都可以上看到30度以上 所以今天接近中午时分 阳光普照 大家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了 那么今天各地多云道晴 只有在东半部地区要注意到 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短阵阵雨 那么在午后的山区也要留意 可能会有局部短阵的雷阵雨 那么注意到这样的好天气 从周末开始会变得比较不稳定一些 周末首先影响到的是北部跟东部地区 到了周末东半部的水气 我们发现明显的增加了 所以在星期六日 东半部跟大台北地区 可能会有零星的短阵阵雨 尤其在东北部一带 在明天星期六 可能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出现 但是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都还是维持东运道晴的好天气 那么好天气到了下周一开始就没了 下周一开始正式变天 下周一封面接近 全台会发现水气都明显的增加了 降雨几率都很高 从下周一直到下周四 都会受到封面的影响 各地都有局部短阵阵雨 或是雷雨出现 还要提醒大家 今天空气品质持续的不好 昨天下午在西半部的臭氧浓度相当高 那么今天环境风场改为吹偏东风 也要留意类似的状况发生 尤其提醒在竹苗地区 跟中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可能持续受到境外污染物的影响 亮起了红色警戒 所有族群都要留意 尤其到了午后 臭氧浓度会是最高的时候 所以在中午过后呢 这西半部地区外出 最好是佩戴口罩自我防护了 今天星期五小丁宁提醒大家 尤其在东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把握今天的阳光洗衣晒背 明年开始雪期会稍微多一些 今天西半部空气平均不好 要做好自我防护 来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 使命感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